歡迎繼續回到StreetBots 未來經濟室的現場 我是小豬 好 今天來的這個組合 這個組合有點奇妙 我們會見到很多不同的搭檔 但這個組合裡頭有情侶搭檔 讓我們歡迎霓虹愛神 耶耶耶耶耶 所以有情侶搭檔 我們要先介紹情侶 然後待會兒要介紹他們的夥伴 好嘞 那情侶搭檔誰要先發聲呢 這夥伴他們在關西 關西位置裡頭的權利 那當然是我啊 喔 好的 法大師 嗨 大家好 我是陸比 那我有另一個組合叫陸比廢陀 是 其實也只有我一個人啊 是 但好來 然後另外一位 大家好 我是山姆 Sam 我認識山姆的時候他還在福州嘛對不對 對 對 然後福州現在這個已經完全被 對 福州已經擱淺了 已經淺了 已經擱淺了 已經擱淺水艇 喔 還是就是拋棄在海裡了 不管他的 對 就是大家都各自去 你知道 就是 各自 就貝斯手去彈熱血聲 是是是 然後鼓手去打萬龍 喔 然後吉他手就是 Dudda Dipotiva 喔 就愛玩不玩那種 真的耶 我其實都搞不清楚這些人到底去哪裡 現在很清楚的幫我解釋出來了 好 然後這兩個人呢 我其實都沒有料到他們在霓虹愛神裡頭做的這些事情 比方說我沒有聽過Sam那樣唱歌 就我也不知道他會那樣唱 然後我也不知道陸比原來可以編那種東西 我也覺得很吃驚 然後兩個人合在一起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兩個人發生這件事情之外呢還要拖夥伴下水嘛對不對 對 對 所以 呃 什麼時候開始覺得 這樣這個組合不能只有兩個人要找一些夥伴一起下海 其實 應該說是去年底吧 去年底 對 可是其實 因為我們是先有demo 然後還沒有團嘛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如果真的要 這些東西要出來演的時候 一定要有真的夥伴 絕對不會只是兩個人這樣 不能只是暗暗見人家太寂寞了這樣 可以這麼說啊 我們比較喜歡多人 對對對 然後那夥伴要怎麼挑呢 就是夥伴要 加進來的夥伴得能夠忍受 在一個團裡頭一直看到一對情侶在放閃這件事情 與其說是放閃 不如說是一直看吵架這樣子 喔 其實是一直吵架嗎 是被罵吧 被罵被罵 還行還行 單槍度的 喔 單槍度的喔 所以大部分是你的指責他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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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嗎 指導指導 喔 掌官力不指導 好 那個等一下怎麼吵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先介紹夥伴們 來 大家好 我是貝斯手OE 欸 照例要給點掌聲嘛 大家好 我是吉他手黃劍 耶 好 那你們是怎麼被 兜進這個局裡頭來的 我的話我就是 去參加一個 那個算是也是Tree Voice的節目這樣子 然後剛好遇到Sam就跟我 問我這件事情這樣 在之前他有稍微跟我聊一下這樣 我就是一個 就是被找了這樣 你被找了 然後就這麼輕易的就答應了 他那個時候 貼給我了一段 有一首歌 是他們在那個摩登的 喔 合集裡頭的歌 是 欸 哪一首去了 第一首啊 第一首 那個啊 天堂酒吧 對 明明是放街深的 對不起 我是聽到街深的 好的啊 對 天堂酒吧 然後聽到就覺得 欸 蠻爽的 就想玩一下 喔 所以他用一首歌 就把你拐進來了 算是喔 喔 真的耶 那另外一個夥伴呢 也是一首歌就拐進來了嗎 這麼說的話 好像沒聽到歌就被拐進來了 喔 那你更虧 你更虧 沒有他先 先假裝找我學吉他 接近我 哈哈哈 付了一些學費 我就只好 哇塞 原來你鋪那麼久啊 對啊 鋪路鋪很久 他為了留住我這個學生說 喔 好啊 那我跟妳一起溫團 反正會討一個學生這樣 結果也沒上課了 所以他把你拐進來之後 就沒有繼續上課了 對 這個目的太明顯 所以現在吉他是沒有進步的嗎 哈哈哈哈 他現在沒有彈吉他 對 就是 對 但他沒有在 但他就是那個學習的精神就 就此停下來了嗎 他要換方向 他要換的方向 他要換的方向 喔 哈哈哈哈 好 所以這個組合就在 算是 今年之內正式成行 成一個五人戰隊 今天少一個人嗎 對不對 對 他在教課 他在教課 好 尼紅愛神是一個 凡奇妙 這個點子到底是誰 誰先想出來 誰先說我們來做尼紅愛神吧 就是我 竟然是你 對 因為 喔 對 你就是把 把那個福州那艘船 給弄沉了之後 想說 沒錯啊 他弄沉了 哈哈哈 我後來想好像真的是我搞砸的 是你啊 你把船弄沉了 然後呢 然後就想說 嗯 好 那我自己獨自游上岸吧 哈哈 游上岸 沒有 游上岸音樂世界 有各式各樣 為什麼你選擇了尼紅愛神 這件事情 嗯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在福州的時候我玩的是一個吉他思考的團 是 可是我後來我覺得我想要做節奏思考的團 所以你從此再也不摸吉他了 哈哈 有啦會摸 要定期包 定期包 是是是 所以節奏思考的團 然後那個時候 你跟路比已經在一起了嗎 嗯 然後他就順著你做這件事情了嗎 嗯 也是抗拒蠻久 啊真的啊 對 他當時怎麼跟你提的 他當時騙我說他要做民謠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們的關係這麼靠近這種事情有辦法用騙的喔 我真的被騙了 他就拿那個吉他有沒有 就錄了一個天堂酒吧的demo 是 聽起來有點像 民謠 然後接下來就丟reference給我說 是 那我要加這個我要加這個我要加這個 對這FKJ的那個律動 拿出FKJ的時候你會講說 等一下這個船開歪啦 對我說欸奇怪 這是要成為Dekka Jones 2嗎 對這個 這個路線有點不對啊 你反正騙上船了 對然後在各種不情願之下 我就完成了 那什麼時候開始情願了 覺得好啦就隨你了啦 最近嘛 哈哈哈哈哈哈 是這樣做啊 好危險喔 好險喔 你們都不知道這種心理轉折吧 哈哈哈哈 好有點深 哈哈哈哈 我突然覺得你們比較挺我 可是但是中間的過程中 所以他們剛剛那樣講的 折罵都是一些不情願的心情 所投射出來的情緒嗎 嗯 折罵喔 對啊 你們是怎麼看的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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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的我覺得怎麼回事 你們這些人還不誠懇 大家都在社會上互過 不誠懇耶 怎麼會這樣 過來了 過來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的 你們在團裡頭所見的 倒不如說比如說我們 我們上一次練團 是 陸比就稱讚了Sam 然後大家就很感動 因為我們玩團這麼久 第一次聽到他被稱讚了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那之前 那之前 折罵或者是 鼠落 都大概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沒有沒有沒有到那麼嚴重啊 唉唷 點錯就是冷冷的講幾句 冷冷說什麼 那一句沒創好啊 喔 我覺得你的音不準 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 就指導啊 技術上的 真的 就是針對技術上的 所以沒有 很專業很專業 不帶私人情緒的 不帶任何人身攻擊 哈哈哈 情緒很多 沒有攻擊 哈哈哈 就是我們要把這件事情 試著讓他專業 所以就是 是是是 完全就是針對技術 對對對 所以這樣經過幾次之後 應該是技術我突飛猛進這樣 嗯 突飛猛進我是不知道 但我的心理素質肯定 加了不少檔次 哈哈哈 好會說話 好會說話 原來你這麼會 唉 唉 他這麼會不是你應該早就 寮若執掌了嗎 有啊 嗯 就是這個團第一個受害者 哈哈哈 又有所知 哈哈哈 可是 現在這個團裡頭的創作狀況 都是 Sam先把詞曲先寫好 嗯 沒錯 嗯 然後 然後丟給大家看這樣 然後就丟給我 是 嗯 然後你他會給你一些 他想要的編曲方向 對 可是我不一定會造作 我想也是啊 哈哈哈 還是得溝通 哈哈哈 溝通 比方說 像我第一次聽到那個 送給你的歌的時候 然後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就是我是真心沒辦法想像兩個 兩個 我認識的這兩個人搭在一起 加上夥伴真的可以弄出這種歌來 覺得有一種 眼珠子要滾出來的感覺 哈哈哈 然後 然後 那個歌在想什麼當時 當時 我想說等一下 這個歌是以前唱福州的那個人嗎 哈哈哈哈 就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等一下 嗯 好 簡單說就是 嗯 所以你由上岸之後 心境發生非常大變化對不對 對對對 超大的變化 對你的世界觀是整個完全改了嗎 世界觀還是沒有變啊 真的嗎 就是對啊 因為就是 我們其實我們認識蠻久 是 然後就是我好像就是 比較容易就是發 發愁 或者是比較自逆 有時候自逆 這年頭誰不會啊 欸好像也是 哈哈哈 欸我怎麼想要傷心欲絕的歌詞 這年頭誰不會 對 就是 那因為我覺得我 其實不想這樣 然後 然後 同時我也看到 嗯 就是常常那種 有時候在臉書上 是 可能我們跟他不熟 可是他常會說他的心情 是 然後有一天他會 突然不見 就會有一個什麼他的什麼 兄弟姐妹說 啊這個人已經先離開了 喔 OK 對然後就是 其實我對於社群網路 這個現象 我覺得 我要有一個 克制他的方法 所以我才會去寫這個歌 喔所以這些歌 所以為了要消化這些情緒 或者是 把這個情緒轉上一個比較 正能量嗎 那也不完全是正能量 其實 對啊因為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其實有點像是把那個 這個團的這個形象 嗯 把他當作一個仙子 就是 你沒有拯救 所有在夜裡頭寂寞的人類就對了 欸就是 就是相當漫化的思考 也不知道拯救 嗯 至少可以苦中作樂 就是給他一點點 在那個黑暗中 一點點霓虹光明的希望這樣 對 喔 所以這歌有先拯救了各位自己嗎 你們在夜裡頭 如果覺得不爽 或是鬱悶的時候 你彼此是可以拯救彼此的嗎 嗯 我們可以聽別人的歌 哈哈哈哈 好 那這個時代通常最讓你們鬱悶的是什麼事情啊 錢吧 喔真的 對啊 錢啊 因為我覺得 雖然聽起來很事故 可是事實上 好像所有問題都是錢吧 就算是社會問題 你現在所有的 你的人生所有問題都是錢 你說對 來自家裡的啊 然後這個社會你看到的啊 就是 不管各種 都是錢 好 那你的問題 你現在 最令你此刻人生憂鬱的東西是什麼 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錢 對 講一個非常現實的 但錢有 煩惱也不一樣 有人是煩惱錢太少 有人是煩惱錢太多 哇 我絕對是太少了 我好想當後者 好甜蜜的煩惱 而且錢 煩惱 煩惱的部分是什麼 因為 太少 所以無法 適當的支配 在生活中 嗯 算是 這邊神一點 那邊神一點 那怎麼突破這個狀況呢 怎麼突破 就是多煎點猜囉 哈哈哈哈 多教一點學生 多教一點學生 多做一點session 多做一點session 做一點session 你也是一樣嗎 但你沒有收到他的學費啊 沒有繼續收到他的學費 所以更窮了 真的 還得花時間玩團 更猶豫 對啊 所以 這個行業裡頭 大家瘋狂的跨團 是都是因為錢 而不是因為 我想要追求更多樣的音樂 的出口 當然是後者 沒錯 所以 事實上追求後面那件事 也不會讓你拿到錢 所以一定是因為後者 嗯 追求後者多一點 不是多少會多一點點錢嗎 要看情況吧 沒有吧 真的啊 嗯 支出會變多啊 嗯 哦對齁 OK 心靈層面又比較 好 那心靈導師 要怎麼解決這一題 蛤 心靈導師 對 心靈導師如果 要算未來的命運的話 這些人的這個 目前糾結在錢的這一關 應該如何解決呢 繼續好好的玩 霓虹愛神 哈哈哈哈 謝謝要準備 謝謝要準備 把大師的開箭 把大師開箭 你講我比較有信心 蛤 對啦 霓虹愛神有一種要起飛的感覺啦 現在 正在 正在朝這個路線走 是 你可以遇見自己 一個稍微光明的未來啊 嗯 有嗎 有 現在電燈是蠻亮的 我們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 救命 好 我就說我們真的進廣告 馬上回來 哈哈 歡迎繼續回到 Streetboard 我的信心去的現場 現場是霓虹愛神 霓虹愛神 還沒有正式交出 專輯 但要先發行 EP 然後EP 會帶著一場 發片場 嗯 但在節目播出的此刻呢 發片場已經結束好一陣子了 哈哈哈哈 欸 一月還有 對 一月還有 但是其實 我們是幾號播出來的 16的 16號 16號那個 你們也唱完了吧 欸不對 你們是 呃 其實在錄音的此刻 這個消息應該還沒有公佈 但是 播出的此刻應該已經公佈了 嗯 你們應該可以稍微講一下 你們會參加一個叫做 呃 台北簡單 對 但它名字有點不一樣 叫 Simple Urban 哦 對 就是我們要找一些很Urban的 Urban 沒有 我就 我覺得這幾年的 呃 台灣的音樂場景非常奇妙 就是我們開始談Chill 開始談Urban 但我覺得其實台灣大部分的人都不真的知道什麼叫做Urban吧 嗯 你們各自對Urban的解釋是什麼 或對Chill 或對這個風潮 City Pop 對 我們這三年好像不講這個話會死一樣 嗯 對 我先說嗎 來來來來 其實這個事情啊 嗯 我很歡迎跟大家讚 我甚至直接跟大家讚 因為 你要在這個事情上跟大家讚 為什麼 哦沒有沒有 就是 本來就是一個這麼 peaceful的事情 為什麼要站 站起來耶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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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要站什麼 就是 其實其實 就是我們很多朋友他們 玩 不管是玩龐克 或是玩很另類的東西也好 或是玩金屬 對 對我而言 Chill其實是個假命題 嗯 其實我們都在做律動 音樂本身就是律動 是的 那有些人選擇金屬 就是往前的 ahead的運動 嗯哼 那我們現在做的這個風格 是往後 是Layback的運動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 去討論Chill 去站Chill 會跑錯方向 而是應該要討論 你做的音樂有沒有律動 或是你做的音樂 應該有這個律動 我感受到的站音樂 他在嫌別人的音樂 沒有律動 哈哈 完全懂了 耶 我死了 我死定 我讓你的站意更強烈一點 慘慘了 靠北越手 哈哈 所以律動 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怎麼達成 好 Sam口中說的 那個律動 那個Layback的律動 嗯 所以邊練團 邊邊歌的時候 要一起動這樣 那個 邊練團邊動 是一定要 但是其實 寫的時候 會其實是蠻用律動去思考的 真的 會 對這件事情是會蠻明確的 是喔 對節奏然後 甚至會有一個想像的 可能 Bass的走法 喔 OK 所以你想像的Bass的走法 跟真正他彈 夥伴們彈出來 是同一件事情嗎 會喬一下 但是 真的嗎 他Bass太多了 哈哈 他是小天使 你會想說 喔你編的也太簡單了 是這樣嗎 我就說 不然我給你三種版本 你挑一個吧 哈哈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是一種嗆聲的編法 對不對 對他超花巧的 對呀我也覺得 歌裡頭很多很囂張的Bass line 這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我感受不到你的現實 哈哈哈 我應該是感謝比較多 謝啦 那你們怎麼看呢 My man Burban這件事情 Chill 黃劍師 可能 我從音樂發展的角度 會比較在意吧 就是你可以聽得到 他們非常非常喜歡 爵士的和聲的因素 然後很喜歡 大部分黑人音樂的律動 但他們其實不是像以前 那麼的激情 也不是像 黑人音樂講那麼多 明確的一些苦難 但是他們更在乎一些 就是生活中的小事 有點像是 常常有人說什麼 第一世界的那個問題的感覺 但是又把它化成是一種 比較失意的 所以你可以同時聽到 我剛剛微微感覺那種刀要出竅 過去一個 千萬不要跟他戰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目的 但是同時又很中二的一個融合 那我覺得非常好 真的嗎 你剛剛是試圖把它拐回來 再落在非常好的三個字 四上面 我一直是想要講正面的事情 啊 我感受到了 好的 但你怎麼融入Chill的這個世界的Ruby Ruby 我經過了大量的練習 跟自我催眠 我想說大家從入了從你的那些 電子音樂 認識這個人 我想說你怎麼可以一下子就 這麼進入狀態裡 因為我之前還是有接一些製作相關的 是 然後我已經有在做一些跟我沒有關係的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跨領域 所以你現在在Chill跟Ruby 這個環境裡頭處得非常的自在 慢慢融入中 我覺得我還沒有百分之百掌握 真的嗎 對 你怎麼看待他他營造出來的整件事情 包括他寫歌的Groove 還有一些歌詞 我看到那些歌詞的時候 也有點傻眼就是了 傻眼不是壞事 不是壞事就是 哇這真的是另外一個人耶 對 我覺得他蠻有趣的 嗯 因為如果是以編曲者的角度來看 是 他編的歌詞 嗯 還是比較接近民謠 的感覺 沒有 他 因為他寫的東西還是一些比方說 容易消失的東西啊 有一點點微微的感傷啊什麼的 對 就是他命題比較大 OK 是 但可以編起來在夥伴的手中弄起來 這個歌就會變得非常三八這樣 嗯 這是個稱讚嗎 哈哈哈 欸在大部分這種 音樂的狀態裡頭 我覺得三八是個至高的稱讚 哈哈哈 謝謝 哇 就這種歌如果真的有三八感就蠻 蠻弄到人的啊 謝謝 覺得開心 對啊是吧 對可是他有一種mix 就是他做出來的東西 是 都剛好介於幾種風格 之間 是 所以我空間也蠻大的 我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 很正統的urban 或者是 黑人音樂 是 其實也沒有什麼正統的urban這件事情吧 對 你的urban落在每個不同的音樂環境裡頭 應該都會有一個不同 那種稍稍有不同的變形 或者是 新的長相 對 但你們想要為所欲為 到底要走去哪裡 走去哪裡 嗯 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我有認真想過 真的 尤其是在寫那個EP專輯介紹的時候 是 我陷入非常憂鬱的情況 為什麼 就是我在想說 欸 有沒有 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我有沒有 去做到夥伴們 就是 我有沒有做到夥伴 就我 我應該這樣講 你當時承諾夥伴的 對對對 就是我 我做的事情會不會讓夥伴失望 或是 讓他們可以發揮 讓他們很開心 就是我很認真想著 然後 到底我在做的是什麼 然後後來 再加上 就是我們真的現場 因為其實 我們蠻花很多工夫在做現場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也很強 去玩 就我們喜歡的 後來我 慢慢抓出一個脈絡 就是說 就是一些 在台灣這個環境裡面 也會受到的 各個亞洲的那種影響 比如說日本 或是香港 而且不只是音樂 講到香港 對我真的想說 我感受到那種崗位 是故意的還是 不小心流露出來的 因為他本身就有崗位 天生的 他本身就有崗位 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就他整個看起來就是很 正義劍 沒有沒有 基本上 基本上 自稱正義劍了 原來有這件事 好像要開始了 沒有沒有沒有 基本上 在座這三位男性都是始終的港片支持者 然後也是動漫的支持者 所以我感受到的崗位 真的不是一種錯覺對不對 是真的 所以 港片支持者 每個人介紹 比方說最 你生命中最影響你最最多的港片是什麼 來黃劍 影響最多 就好啦 就是 你可能看過最多次 然後不小心重播的時候 你又停下來再看一次的那種 還是只是周星馳全集而已 好啦 那還有什麼別的 來 我的話應該就是那種 古惑仔等級 哈哈哈哈 見喔 就是在香港街頭槍戰的那種 哇哦 影響我很深啊 哈哈 兄弟 兄 難怪你長得這麼像三雞 哈哈哈哈 我就是始終擺脫不了這個名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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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加入過這些事情嗎 這些所謂崗位來源的 這些文化資本們 掰 這些不在你的世界裡頭對不對 對其實沒有 那些其實也都不在我的世界裡頭 我對於所有 能夠反泛復復 復宗周星馳電影 牌子的人絕對非常不耐反 哈哈哈哈 我先走了 我先還沒有 我抓還沒有 等一下我們去三個去 聊一部電影好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給我試一試 對 就是 其實這個 因為我其實跟黃劍一樣 就是 你也是 周星馳吧 OK 而且還是他早期作品 不是他成為 創作導演的時候 是是是是 就是因為其實他早期作品 就很多那種 真的更 更不入所謂的 大牙之堂的 是是是 沒有辦法就是學院的 也就是王金 沒有他後來反而形成另外一種學院 對對對 就 就有點像坤丁那樣 OK 走出一條 對野路子 我現在講這個 中國名詞 野路子好不台灣喔 對對對 就他走出另外一個很奇怪的道路 對然後 因為 除了香港這個 然後 其實 那我覺得日本東漫其實 我們的象限會比較接近 對所以其實 因為我覺得整個City Pop 就是城市獵人啊 欸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對 可是其實我們也沒有是 要 因為這樣City Pop 只是一個元素 對啊 然後 會 真的會開始是因為 大概兩年前 開始聽很多 Vapor Web跟 Lofi Hip Hop 是 然後我對於那些 這些 Vapor Web的藝術家 Lofi Hip Hop的藝術家 他們 大量的把很多 舊的東西 用他們自己 現代化去詮釋 這個熱情 我其實是 很感興趣 那我就想 如果在台灣的情境裡面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是 所以你們就講出了 灰葉這件事情 對 灰葉是一個非常日本 非常非常日本的字眼啊 可是都市很台語啊 多氣有沒有 多氣 所以就是要各種 各種城市想像合併在一起 就對了 嗯 就亞洲 對亞洲感 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亞洲感 我覺得歐洲人 其實都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但對他們來說 也許看起來很迷人 他們說 哇這是Cyberpunk還是什麼 哇 這是什麼亞洲厲害 我們就是那種被譯化成 像這個樣子的 對 小亞洲 小亞洲 對 很奇妙 所以 灰葉是誰想出來的 現隆 對 你真的是另外一個人 沒有 沒有 其實誠實的去看自己 更 應該這樣講 這個有一個變化 就是我在想說 嗯 真的就在玩福州 就玩很Indie的東西的時候 我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在想我Indie之前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嗯 我真的那麼抗拒 流行文化嗎 或是更熟 更熟明的文化 OK 那我覺得如果我往這邊去想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世界是比較大的 是 對啊 因為可能我第一張聽的專輯 可能不是抓狂歌 嗯 可能不是任何一個現在的 所謂的經典 是 可能是 比如說 陳曉雲的愛情恰恰 你小時候第一張是這個 沒有 就是我說更小時候聽的歌 可能都是一些台語歌 是是是 或者是Michael Jackson 哦 對 可是就不是說是那個 就很嚴肅的作品 就沒有那麼 那麼 要拿出來告訴人家說 哦 我當時第一張聽的是這個 然後有一點可以拿出來 談論 對對對 就是小時候其實大家應該都亂聽很多 細細古怪 或者是不那麼 不那麼正經的流行歌 嗯 或者是對可能不會被認為說是很嚴肅的作品 所以你不會用音樂去分析他的那種 嗯 純粹為娛樂的歌 對 就是我覺得如果 我回到那個地方去 是 去找我的靈感 啊哈 那我們會做出什麼 哦 對 就是 所以就做出現在這個樣子了 對 對 好 尼紅愛神呢 要發了 之前已經發了一批 然後也做了專 發片場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應該要有專輯嗎 這是我們 好像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進程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有在計畫之中的 對吧 有 有的 好 所以專輯會跟我們現在聽到的 已經發表的這幾首歌跟EP 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還是繼續往深的走下去 就是那個題目 這個題目我覺得會繼續發揮 因為 因為他這個 太好發揮了 你說在城市裡頭安慰寂寞的人嗎 嗯 不是 就是指 就是在行業 就是在台灣這個 有點像聽著 聽著是白聽也可以使用吧 聽起來太約的感覺 沒有啦 就是就是 滿好的啊 對 不然怎麼叫尼紅愛神 對 對 因為你們就是要稍微 用歌來服務一下大家的那個 情緒嘛 對不對 是 對 所以你說 剛剛那個可以很好發揮還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最好發揮 就是說在台灣這個情境裡面 嗯 就是 到底我們有多少 所謂的經典 或是舊的東西 是 然後其實現在 不見得是跟他一模一樣 可是 他有一些 想法 嗯 或者是一些 旋律 嗯 也許是可以 現在可以拿來重新玩 它會聽起來很新 所以尼紅愛神接下來的專輯 你們的歌是要把 過去裡那一些 老的風格 或者是經典 重新翻完 變成新歌 嗯 嗯 就是採樣那一些經典的元素 放在你們的作品裡頭 應該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說 我還是會受到他的影響 它會是我的養分來源 是 可是真的音樂呈現的話 我覺得會是 更強調Band的 Band的事情 然後 我們會更琢磨在於 我覺得 黑輪律動這件事情 是不會放掉的 是是 然後會把它做得更精準 對於這一次的Ruby適應還好 還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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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是喜歡的 可以的 可以的嗎 對啊 我為了要適應這個團 我還去找理論作爵老師 我也要適應這個團 對我覺得我需要加強我的和弦基礎 哦 我真的要去找一個老師在學 為什麼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讓你覺得 你和弦基礎要更加強 才能夠更融入這個Group裡頭 因為 我的成員都是音樂系的 哦 哦 哦 不是也不是很正統的那種 你今天是怎麼一定要用那種口氣講話的 哈哈 他就喜歡周星馳啊 他緊張的時候就會這樣 哦真的嗎 我說害羞的人 對 他害羞的人 好像把舌頭拿出來扁兩下再放回去 哈哈哈哈 就是剛好他 OE 是 跟陳迪他們就是音樂系的背景 是是是 然後又有主修爵士 然後黃劍也是主修爵士 哦 難怪 這樣很棒啊 爵士就是 哈哈 我每次想到爵士 然後就想到一堆笑 一堆莫名其妙的笑話 嗯 比方說其中一個就是 比方說底下 爵士用了85個和弦 底下只有三個人 無聊的難聽的笑話這樣 不會很現實 但是就是會背出 就是會掌握很多和弦的那種人 哦 對 他們很神 尤其是黃劍師 哦 他他 和弦王 對就是大家會開他玩笑 像關鍵王就說 欸 黃劍心電和弦大師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說 沒有沒有這回事 他說叫我心電送東西 沒有沒有沒有 搬到中和了 可以叫我中和的 中和和弦大師 耶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要借用他的 的大師的功力 慢慢提升自己的和弦能力 嗯 其實也不只是他啦 光是 比如說像像陳迪 我覺得跟陳迪玩的 最讓我覺得幸福的感覺是 哇 我第一次跟一個可以用樂理來講 討論的鼓手 哦 他是一個鼓手他的樂理極之好 就是大家平常在玩團的時候 大概都是用感覺在討論 然後在這個狀況裡頭 已經應該可以進入樂理的程度這樣 對他們的完全都是用樂理討論 比方說 比方說對我想知道 這個音 這個你在經過音停太久了 哈哈哈哈 要不要來一點Goth Note這樣 對 經過音就太長了 哇 對 各種名詞 對可是對他們來說 那個就是他們生活的雕蟲小記 就是有什麼好拿出來說 他說阿這不是很正常的討論嗎 對這不是 本來就應該要這樣的 對不對 合理合理 他們不知道凡人的世界是怎麼運作 我們都是想到 你唱太像一個百合花的這一種 哈哈哈 他很好聽 哈哈哈 白話好聽 哈哈 好啦所以新專輯 那明年2020年什麼時候要交出給大家 我們就已經在問這麼快的事情了對不對 希望2020年內要交出,月份我們先不要訂 哇!欸!講了一個太敷衍的答案吧,2020年下還有一整年呢 其實是真的會有一些壓力 就是所謂壓力是指說,因為其實這次做EP 我感受到就是不管是錄音或者是前面後面我覺得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 然後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更舒服的時間可以不用讓每個人做這麼累 OK,就是把那個schedule弄鬆一點點這樣 對,應該說不要說大家一直熬夜 對對對,我覺得這樣不是健康 所以為了這張EP大家其實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很密集的把它弄完這樣這樣 就練團,對 OK,好,那包括拍了MV不是去了撞球節嗎? 喔,我們沒有拍MV,我們是拍團照 喔,我還以為是...沒有預算 我想說我會看到一支在撞球間發生的MV 因為想說撞球間就沒出現了 然後保齡球也很久沒出現了 然後我想說90年代應該把那些事情都帶回來了吧 對,就... 對,這個保齡...不是,撞球間這件事情真的很久沒有出現了 是啊 然後其實還是很多人在玩 我相信,對 可是可能... 你們小時候都有參與到這件事情嗎? 有,撞球間保齡球 有,撞球間保齡球 都有都有 所以好啦,霓虹愛神應該有一個使命了吧 這些事情 就是... 帶煙撞球 沒有,那些通常在夜裡發生了 在看起來比較光明的生活之外的這些都邊邊角角的 排檢大家打發幾時間跟寂寞的這些東西給拉回來 對不對 好的 沒有問題 深夜話談 對,好,反正... 那2020年一整年他們現在沒有給我們壓時間 總是會交出一張專輯 那EP已經發行了 然後... 專場之前唱完了 然後接下來應該會有不同的演出 剛剛...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還會簡單 就是應該...你們是12月... 2號或3號吧 反正就是12月初的某一天 你就會在101旁邊 有一個活動叫Simple Urban看到霓虹愛神 好的,那我們就到時候見了 謝謝霓虹愛神 Boo! exc射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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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